好 現在強臺凱米來勢洶洶 大家真的不要忘記防臺 我們現在氣象團隊 幫大家準備好非常多資訊 而你現在看到的 我們的第一線的記者 也在第一線為您持續的報導 我們先來看到的是花蓮這個地方 花蓮午後已經風雨增強了 鄰近市區的太平洋公園 現場情況到底如何 我們連線記者林何榮 來帶我們來看 持續在花蓮為您掌握 強臺凱米的第一手資訊 記者人目前為止就在花蓮的太平洋公園 其實花蓮從下午開始 就下起了一波波的間歇性大雨 不過明顯能感受到 越晚時的時間 風是越來越強勁 往海面上看過去 也能看到長浪一波波的往岸上搭過來 整個海面是霧懵懵的一片 因此海巡也早早就在岸邊 拉起了封鎖線 就怕有遊客誤闖想要觀浪 而海巡只要看到 有遊客一靠近十街想要站 甚至站上去拍照 馬上就會開著巡邏車來勸離 就怕遊客誤闖會發生危險 我們目前也可以看到太平洋公園 除了浪 記者跟海巡幾乎是空蕩蕩的一片 因為遊客看到這麼大的風雨 也不會想要冒險前來觀察 不過還是有零星的部分遊客會過來 所以海巡也不敢掉以輕心 隨時開著巡邏車在這邊戒備 就怕會發生危險 而目前牆台持續逼近台灣 對花蓮的影響也是越晚越強大 不管是遊客還是民眾 千萬都要做好防台準備 以上現場最新將時間交還棚內主播